鋼鐵人在那個 豪哥還沒有來的時候 戰機都起起伏伏嘛 那時候球隊是什麼狀況 不知道怎麼去贏球 那時候教練是誰 我一直換 你們有好的建議給他 我說什麼 要不要來台北 台北好像有一隊 對你滿有興趣的 其實那時候是不是很想回來台北 想啊 音樂跟我聊過啊 也沒有想不想就 就想要離開那個環境 對啊 對啊 我想回台北 文明的用餐 理性的飲酒 大家好 我是群哥 歡迎來到群哥的午後時光 最近非常非常的感謝 所有的午後們 對於頻道的支持 然後對午後啊這個單元 大家回應也非常的熱烈 但我必須要說 我不是在倡導如何去飲酒這件事情 我是希望是說 透過我們在互動的過程中 我可以讓來賓們 可以分享一些小故事 然後可以讓午後們 你們聽到一些不一樣的他們 那這過程中當然 我也看了很多你們在頻道下方 給我的一些回應 有的要我日更啊 或者是一週三更啊 哦 我必須要說 你們白沒時間啦 賽季中或者是賽季前 還有一些特別專業的一些 球賽的分析還是會提供給各位 然後今天的來賓非常特別 來了兩位 哪裡特別 真的很特別 比之前前幾節 他們都比較年長一點 那今天來了兩位 小鮮肉 看看今天是哪兩位小鮮肉 好囉 看一下喔 今天誰來了 西蘭歐鮑魚 有有 西蘭歐鮑魚來 進來進來 太好了 嗨 嗨 嗨 再給右偉 衝衝衝的拋走 哇 兩個打兩個給到右偉 國際右手上來 蘭歐鮑魚 嗨 好的 歡迎我們這兩位小鮮肉 好不好首先 右衛跟大家打個招呼 好我是右衛 比較笑的啦 你開心一點啦 再來我們的桂宇 嗨大家好我是桂宇 再悶一點沒關係啦 你剛開始不是這樣 不是來之前你想好今天要講什麼嗎 一個小時後 一個小時後就會開始聊天 桂宇跟右衛什麼時候認識的 U18 雅清的時候 雅清為什麼會遇得到他 你們兩個差幾歲 我只想想一下 大什麼 差兩歲 他走後門進來我們這些 他那時候就直接連打U16 U17 然後就直接接U18 教練是誰 清哥 10千 那沒辦法 那後門走的吧 又不是只有我 又不是只有你走後門 蛤 還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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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學啊 你同學是誰 配家正陽 喔配家正陽 高嘛 那他會投嘛 那你呢 你男性的公主是誰 國豪 小丁啊 小丁 你打到嗎 先發 哇塞 你走進去可以打先發 那有先發 有一閃啊 沒上場 很難去我們 我們來那邊 又有 什麼東西啊 沒有他前面都打很少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住 我又跟他住同一間室友 然後晚上就開導他一下 然後我說清哥 又也沒有好像可以 直接好像得十幾分 哇塞 你跟清哥直接講說 又也可以喔 哇塞 這還蠻屌的喔 然後我們已經贏羅魂了 然後他一直不 一直不換我 就是 抱怨的 到後面 就是剩很少時間的換我 然後我上去 直接被人家幹一拳 剛剛眼睛都歐淚 然後我就 然後那時候就特別不爽 我跟貴的時候 以後都沒有派我上去 那你自己還要聯絡嗎 現在嗎 現在現在 還是會喔 你在富邦你在高雄耶 賽季的時候 高雄打比賽的時候 就找他出來吃個飯這樣 那調整嗎 需要調整嗎 你們兩個有互相要調整嗎 你們如果低潮 你低潮找誰 你會找石青嗎 我說高中會 不行嗎 大群找誰調整啊 你直接講 如果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其他人呢 其他人會聯繫嗎 有啊都有都有 我們有一個群組 我們有一個群組 你們那個群組是 上屆下屆這樣 還是只有特定幾個人 才可以進去 特定幾個人 特定幾個 沒有我們是 特定幾個 特定幾個會出來的 喔喔喔 我都講清楚了 不然說 明明就好同學 這樣子不找喔 沒有因為我們原本是在很大的群組裡面 然後我們就會說 欸晚上要不要吃飯 然後就每次回應著 就只有那幾個人 喔喔然後就慢慢就 對然後我們就 去無存經 去無存經之後 就發展成我們現在這樣 所以去到連我都 都不在這個群組裡面 這個意思是 應該被踢出去 我想說奇怪你們吃飯的時候 應該有我啊 欸我不是拒絕你們 我是剛好沒時間 然後你們就這樣 就這樣 沒有我們就有三次機會 他在講啊 你不講欸 而且他們很厲害啊 他們不是在那個群組上面 就是說自己被踢出去 他們是另外在創一個群組 對對對 然後我就自己待在那個群組 奇怪這個群組 什麼都沒有人在講話 奇怪欸 生日也不講生日快樂 什麼都沒有 空空的 那個怎麼胖 過來解釋一下 好啦你還沒講啊 你如果 打球如果 就是要調整的時候 要找誰 大學應該會 我們就找他啊 應該廢話 你16歲你就找他了 大學也沒遇到什麼瓶頸啊 對啊你那麼順 對啊你那麼順 你那麼順 又又新人王 又什麼了 又招傑王 又超級王 又沒有了 又沒有了 他沒想到假的 那個也可以走後門啊 你有什麼可好 大職業的人 球隊都老大哥 那你會找誰 職業喔 對啊 你在鋼鐵的人會找誰 他還是回來台北找我 我對激動那時候 然後回來台北找我 有需要這樣子嗎 沒有出口很難受你知道 會悶你知道嗎 打擾露文家 他可以打擾 他如果也低潮 你們兩個就是負負得正的意思 對 互相取亂 我跟各位五粉分享一下 像我對於桂宇的印象 就是他就是比較 很負責任 很悶騷 其實這兩個都一樣 然後兩個都是一樣 就不可憐 但是我對於桂宇來講 他會讓我很驚豔的一個地方是說 我們在比賽的時候 比如說我有一個戰術 一號戰術 他可以把它一號把它延伸 他會去創造一些戰術裡面 很特別的一個路線 然後會去跟他的隊友去溝通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宥偉勒 他是比較 不認輸的那種個性 人家如果比他好 他就要比他更好 他對於 銀球這個渴望 非常非常的一個 旺盛 就是他們兩個在球場上 就是很像一個領導者 但是 只要有鮭魚在 啊 又來是小弟啦 那你有沒有對群哥以前有什麼印象 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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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 又有感覺對你很多不滿 沒有 又有蠻多的啊 他們說為什麼是四圈先打 怎樣 有有有有 你看他就這樣子啊 人家先打又怎麼樣了 人家學長打球 我後來我很開心 他有很累嗎 很累耶 一開始超累的 群哥 群哥啊 還好嗎 暑假在那邊滑步耶 從一開始 每天先滑四十分鐘的滑步 那他沒來 一開始來真的超累 每天先滑步 我是要看你們的姿勢對不對 不用看四十分鐘 不是 人太多啊 要看四十分鐘 快要二十個人在那邊滑 同時間我怎麼可能要這樣少過去 我要一個人看完一遍 好四十分鐘就過去了 對啊 就過去了 應該要兩分鐘就四十分鐘啊 一個 應該也不用看到兩分鐘吧 我不熟嗎 好不熟 不熟嗎 我們滑了快四個月吧 每天練球前 我跟你講你算幸福的 對你來就沒有了 又是你 我沒有默契 沒有我要建立一個系統 沒有我走群就是狗 沒有我 那你們在施大的時候誰的人氣比較好 用筆呢 一二三 就知道你會這樣子 我就知道你會這樣子 我知道你們會這樣子 就是你啊 然後IG的人數最多 IG多少 就二十四 你知道南山那個後援會喔 哇塞 又走後門 不是 你不懂嗎 他們要分時期 如果同時期的話 就好比較 在右也沒來的確實是鮭魚 那你比自己是什麼意思 就是自我感覺良好 那你們練球的時候可以帶女朋友 可以啊為什麼去 練球我怎麼會帶女朋友 你說帶女朋友 在旁邊看這樣子 不是 我們那個場地 太熱了 我要怎麼講 就是你上完籃就直接抓到牆 現在比較有一次晚上 你記得嗎 我練完球 我就上籃 然後就一個碰撞 被撞到地板上 我就滑過去 敲到牆壁了 就有一根螺絲在我旁邊這樣 哇 因為那時候就是下面有那種 窗戶的那種鐵窗 然後它那個螺絲掉了 所以就有一根這樣插出來 那你跪雨摔了那一下 不然沒人發現 那以前在師大群有欺負你嗎 哪一種叫欺負 對 什麼叫欺負 我跟刁難 你說球場上來球場下 等一下 滑布40分鐘那不算霸凌吧 不會啦 沒有 你這樣問他沒不敢講 比較不能夠接受 或是稍微有一點小影響 然後我有一次直接被趕出球場 就只有我趕 我是替你們發聲 這蠻屌的 這蠻屌的 你替你們發聲 他就在球場上 然後跟阿誠 兩個就不知道是 哪裡氣氛不對 那個距離很近喔 傳一個球 就這樣正常傳就可以 就直接這樣子丟他這樣子 阿誠就接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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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貴 你幹嘛 他說 他接不到啊 你這麼吵 這個誰接得到啊 海明就是要打他 阿誠就 沒有 前面有前因後果 不是應該說我們那時候 都很想要拿一個冠軍 早上不是六點都投籃 然後投兩個小時 然後下午就練球 然後那一次就是 下午你一來練球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邊做基本動作 可是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我們想要練團隊的東西 我們想要整合整個團隊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 現在幹嘛做基本動作 阿誠早上不來 我基本動作早上練就好了 為什麼現在在做 然後你的情緒就來了 對 然後阿誠也說 對啊 然後你那時候 我們在做基本動作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又一直念我 我那時候覺得 今天一定會出事情 我是有大力 但是我沒有到掌 你就說 這怎麼可能接得到 來來來 球給我 我現在傳給你 然後琴哥就這樣 然後我就接到 好 好不好 我問一下宥偉阿 鋼鐵人在那個 好哥還沒有來的時候 戰績都起起伏伏嘛 那時候球隊是什麼狀況 氣氛是 我覺得沒有到很差這樣 兩勝 兩勝十八敗 兩勝十八敗 氣氛還不差 球員的氣氛沒有到很差 但是都就是不知道怎麼 去贏球的 那時候教練是誰 我不知道 我一直換 因為我們知道宥偉阿在 他剛進來 鋼鐵人第一季 他就表現得非常好 所以他第二季 他很多的狀況都會被人家放大 大家都很期待啦 不管是投籃阿 助攻阿 超級阿 他一做不好 人家要把你放大 那你那時候壓力會不會打 一開始會 越打越沒有信心吧 因為好像自己感覺就是 要越打越好 那時候誰幫你 沒有人幫我 因為其實對上控球的學長 也沒有 那麼多 就是等豪哥來的時候 才有一個真的是控球 就是打這個位子的 那你會跟家人分享這件事情嗎 會 你都不會講的 貴瑜會嗎 你也不會 我也不會 我們都報喜不報憂啦 應該這樣講啦 可是在球場上 有時候就是掉到那個漩渦裡面 會有一段時間的話 你會起不來 總是還是會有一個人 要找到出口 有沒有好的建議給他 我說什麼 要不要來台北 台北好像有一對 對你滿有興趣的 有沒有考慮 要來 有吧 那時候他有這樣子好不好 你幹什麼 不好說 不好說 其實你那時候是不是很想回來 台北 想阿 你也跟我聊過 也沒有想不想 就想要離開那個環境對不對 對啊 沒有我想回台北 誰不想阿 我在一個環境久了 如果打得不開心或是怎麼樣 一定會有一些想法 那很正常 後來不是 龍哥上來 豪哥回來的時候 不是 就改變很多了吧 豪哥來了以後勒 感覺怎麼樣 沒有欸 結果豪哥私底下的人也是很好 他不光教我們後衛 他也會教中鋒 就是他們一些走位 然後又不曉得那些失誤什麼 他是會 比賽的話 他會蠻激動跟我們講 可是他是為了我們好了 但是我們其他本土選人就會變得 比較有壓力吧 他自己做不好他會跟大家講 對 那你有學起來嗎 有 他都沒有講這個 但是他有找我去投籃 可是他不會教我動作 他只會跟我說 今天目標就是 把球的投資 不是 你要跟他講阿 我也想要把他投資 誰不想進 誰不想進 那到底是說籃框長這麼大 奇怪 他都進不去這樣子 因為鄭如哥上次來節目他有講 豪哥來的時候他就一個評價就是 舒服 舒服阿 好的碰球上天堂阿 又來抱歉又來抱歉阿 那你呢 你覺得豪哥來 你覺得有沒有對他什麼評價 我覺得他很有那種領導的氣息 對 你希望有這種 像舒豪這樣的人在你球隊嗎 因為我現在是跟他是對手 然後只是在守他的狀況下 就覺得學到蠻多東西 就會覺得如果可以當隊友的話 一定可以去 去摸索到更多東西 那你可以去高雄阿 先不要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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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希望他是你的隊友 還是你的對手 就能選一個人應該還是對手 還是對手齁 那隊友他就一直佔據我的時間 那又我也這樣 就是 好多人來這個時候 你的上場時間有下降 會不會不平 因為其實前面上滿多的 沒有 也沒有 沒有下降很多阿 然後就是 又來人去 持球率可能會這樣 沒有就 就換個角度想 我可以 現在會換角度想 現在會換角度想了 現在會換角度想了 現在會換角度了 那個不是說什麼 阿豪哥來 那你不需要我 那我還是去台北好了 鮭魚啦 許總每次都派你上去守豪哥 心得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 目前守過最難守 最難守 就是包括那什麼 冠軍長賣泥高 一戰成名耶 就是以往守都會覺得 守羊將他們都有他們的優勢 跟他們的特性 但是豪哥就變成 他感覺什麼都可以 你又怕他頭又怕他切 然後你切真的擋住了他又會喘 因為豪哥他不是算羊將的身份在霹靂 所以 他的分球變得更有破壞性 就可能我在守國王的羊將的時候 他分出去可能是本土接到球 可是對我們來說可能就沒有那麼多的傷害性 可是豪哥他分出去可能是 像悟空接到球 那種破壞性就變得更大 因為你的隊友也沒有辦法再多做很多的協防 對就是沒有人可以幫我 那你剛剛打你的時候 可能守右偉的人就過去 幫你協防 然後放給右偉頭 這樣子 我跟你講他一定跟他們講 右偉在球場上 過來協防 你有聽到 人哥說叫新內域協防 然後我不是傳過來我切進去犯規 你知道嗎 你看他意思是說 他也是製造犯規 沒有意思是不用我講 那有一次豪哥不是走到你旁邊 實際上他到底講了什麼 前一波他們打了一個 他們的Pistol的戰術 我就跟傑哥說 傑哥換換換 他就直接做一個假傳然後直接切 然後那一波後來 我又聽到他們喊一樣的戰術 然後我就跟豪哥說 豪哥啊我這次不換 他說你不換我更好攻這樣 我就說為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講為什麼 你們剛剛換是很好的選擇 但是你還是被我提早一步切進去 大家告訴你說你不管怎樣 你都守不住他啦 但是那種感覺就是 因為我們自己球隊有時候也會打出這個戰術 對對對 那就是會感覺是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 那我還真的佩服你啊 這蠻厲害的啦 就我們兩個了解 對一個防守應該是 但確實我大學是真的沒有什麼在防守 欸你知道我在做Scouting的時候 在做那個訓練計畫的時候 都要去放棄一個防守點欸 有那麼差嗎 我還必須要讓你休息啊 那我又不能嘴巴講說 欸鬼你今天休息準備好進攻 那完了那更慘 零 那可能是零 我只是你就是把我分配到 去守一些比較輕鬆的人身上這樣 已經很輕鬆了嘛 你配到那個我不能講出來 就找到傷害到其他隊的那個 不行吧 欸今年肌肉賽差一點進肌肉賽 那個時候豪哥受傷的時候 你是什麼感覺啊 哇接下來我要躺住了 對啊那時候是這樣子 因為一看到他倒下去他起來 就是感覺暈暈的啊 而且那一場你們還保持很好的一個韌性 豪哥如果沒受傷 你覺得可以拿到什麼樣的名次嗎 假設 假設 假設你打完了 假設我們競技後賽的話 對 你跟副方打過你賽 呦 真的假的 那應該打不贏 沒關係他就是假設啊 因為他也守不住豪哥啊 我們那時候其實是覺得 我不知道球隊怎麼想 但我自己是覺得希望鋼鐵人可以競技 就是至少兩邊可以比較消耗 進到職業的賽場上 各於三年兩年 你覺得有什麼改變 從大學的時候進到職業隊 有你想像中那麼榮譽嗎 上場期有都比預期還要長嗎 對我來說一定有 會覺得自己在大學已經 就算佼佼者了 但一定會預先想到上場時間不會那麼多 有心準備了啦 沒想到會那麼那麼不多 但其實從練球的情況下 你就會知道自己的能力 但是沒想到會跟 已經在線上的這些職業球員差那麼多 但你剛進去職業隊的時候 有被哪個學長處理過 一輪啊 全部一輪都 在學長上先處理過一遍 那時候也就是會覺得 你進攻的技巧或是什麼 以線階段沒辦法去 跟這些學長抗了 所以就只能先從防守 也是因為我為什麼大學都 沒什麼在防守 可是到現在會慢慢防守 那優惟咧 力量上嗎 因為當年那時候是 新的球隊 然後我剛剛選進就 對啦 對啦你第一年拿來 對啦你如果有獎項 要低超什麼 你來了兩年 你來了三年 你遇過了洋相或者是本土 有沒有比較難守的 然後你打攻的時候 又很難去突破他的那個鬧學的時候 最難守 我覺得應該是阿吉 因為他能投三分 中距也又可以啊 那你攻咧 你進攻的時候 誰攻我都不讓我突破 因為大家都放我投 所以你要克服就自己 對沒錯 貴人 最難守 最難守就是輸好了吧 因為我剛才聽你這樣講 我也覺得是輸 那攻咧 攻的話應該是右尾 因為我有時候 會打到控球 然後他就會來搜我 他也知道我要幹嘛 我就會摸摸跟他說 欸不要操我球 不要操不要操 不要操 他就說 放我口就三分 我沒操到球 就是 我應該跟他說 你不要操我球 我只是要帶過半場 你不要操我球 有一次在球 我們在打的時候 他回來就操我一球 我說 你不叫你不要操 他說 你剛操我一球 結果你自己忘記了 我做賽季 只操你這一球而已 現在你在副幫忙 最近那些學長 跟你講一些垃圾話 會不會走心 一開始真的 你練球會練到一個 很不想練 一開始會覺得 傑哥人最好 因為傑哥都不會追人 然後你一手到傑哥就一個 砰砰 我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我去守門神 我去守門神 怎麼說 欸 啊啊啊啊啊 喔 怎麼說 怎麼說 我來 我來 給我一次機會 一二三嗎 你給我一個一二三 好 今天的午後時光 到這邊 到一個段落 請 所有的觀看人數 讓我們 有一個 怎麼會 超人的 超人的